观展民众可以任意游走每个展间 细细品味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当代艺术品 并在舒适的环境中与参展艺术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第二届What's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主题为我们的时代 不应疫情改变丰富的艺术生态 藉由艺术家们以怀抱希望保持乐观之心的精彩创作 为所处的时代发声温暖他人 它是在2020的WIA世界才华奖有获得年度最佳新人的绝学奏品 那其实这一系列的创作它都是透过单刷板画 我先制成不同的素材然后再搭配数位媒材 然后印出来之后再搭配墨水笔 然后就用复合媒材去结合制作成 那主要带到的概念就是希望用最智能的方式 然后透过人员之间的互动来用隐晦的方式去呈现 同性婚姻一体的一个系列作品 那它在色彩上面也比较缤纷 比较用浓烈的色彩 然后就搭配奔放的线条 就希望可以把那个欢愉的气氛 可以轻松地呈现出来 它叫Steven Size 它是住在法国南部马赛的一个都市 所以它小时候也受到一些街头文化的影响 然后它的作品我们一看之下呢 就非常具有当代性 而且非常的简洁有力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建筑师 对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好像是有一点倾斜 那因为它都是有事先的安排计算过 很庞大盛大60个展间的艺术博览会 那我们其实团队的初衷 都是希望来参与的人 可以在这里找到新的食物 并且享受着它 我们滋养着艺术 艺术滋养着我们 它是我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博览会搜罗来自20多国 200位艺术家的上千件展品 吸引不少人次朝圣 享受发现的乐趣 畅扬在艺术的盛宴里 记者温宇俊台北报道